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当然今天周KD的部分是收红的 月K线的部分也是收红 所谓之前听大家讲 什么五穷六绝 那五到底有没有穷 没有穷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话听听就算了 当然这个行情即将要进入到六月份 六月份的行情会不会比五月份好 我觉得会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疫情的部分 在六月份即将要解封了 虽然还是会传出这种零星的这种疫情 但是最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不用想太多 去买那种口罩概念股 去买那种酒精概念股 不要再买了 人多利用不要再去 好不好 那我们的苏困的一个振兴方案 我相信最近在检讨了 那可能会提早推出来 可能这个效益很快就会出来 那你要注意到未来的关盘重点 你要看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主计处 目前为止 他们对于所谓国内景气的一个看法 这个要拿出来做参考 另外一个你都知道了 这个叫港版的国安法 通过了那又怎么样 美国会打仗吗 不会打仗啦 反而没有比那个贸易战 你知道吗 比较严重啦 也没有比那个金小胖要更严重嘛 金小胖想到以后对不对 然后就射个飞弹 出现一下就射个飞弹 好像那个澎湖那个花火节一样 想到的就来那么一下 那当然我们跟美国的一个联动性 是非常强的 当然这个美国大富城也好 纳斯达克也好 最近股价都不错 那为什么 因为美国它这个失业率 目前为止没有继续的 这个对不对 扩大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未来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这个是五月份从这边开始算 五月份就是这边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叫什么 个股表现嘛 有些股票比较好你赚得到钱 有些股票不好你买到就赚不到钱 做得低 这五月五月份 比较贪败 那六月份行情会被爆发 你要看什么地方 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成交量 那你要看成交量 目前为止成交量都不是很大 代表大家都没有信心 但是我认为种子节快来了 六月份有个叫种子节 吃肉粽你知道吗 这肉粽吃吃的 大家就有信心了 听说是这样子 来 老师它这细菌园还会不会涨 我之前跟你讲细菌园的时候 没有人要相信 老师怎么可能 这MSCIO怎么会 列了一档细菌园进来 我跟你讲的时候 绝对没有利多消息 也不会有人跟你讲说 这些股票会涨 但事实证明是有没有涨 有嘛 我现在再跟你讲被动元件 你会相信吗 老师不可能 这些被动元件 尽情起过了 后面不见得会涨 这是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如果是对的 这国家企业里面 你就赚得到钱 最近有个投资人 打电话来问我 老师我跟你讲 我看那个软体都很准 我说怎么准法 他说你看 这边红的就买嘛 对不对 绿的话我们就卖掉 这边指标往上走 我们就买下去 那指标下来我们就卖掉 那我说你可以啊 你找一档股票来试试看嘛 不是说等涨完之后 对不对 你看到以后 你才能够讲结果 我说你的指标参数不能动 然后呢 然后对不对 真的准的话 我跟你讲啦 巴菲特会先买啊 对不对 巴菲特每天看指标就好了 那老师你认为基本面好不好 基本面非常好啊 你去了解这家公司啊 但是你不能以基本面来 作为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嘛 有时候会成功 有时候会失败 成功加失败 最后就是存着里面的钱啊 路来路旧啊 对不对 没有钱了又跑去打工了 那老师啊 这个都不行 那我就看技术面 技术面可以参考啦 我认为最早技术面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 那你最近看技术面 你看到被动元件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 我问你啦 如果说你这个 最近看被动元件 你又觉得说 这个被动元件好像在动了 对不对 好像在动了 那到底要买哪一支 老师买大义 大义 还是买国具 还是买和珅堂 还是买华兴科 我现在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 你不会买 为什么 还没有涨 等下涨上去了 你就会说老师 你不要跟我讲 最近遇到投资人 几乎都是这样子 几乎的 这个我没讲 GIS我没讲 我还说这个金苹果 好苹果 不是烂苹果 第一档股票机叫GIS 有没有讲 有嘛 你资料有没有来拿 我问你 严老师说 有时候你打个电话 好不好 你要改变命运 你要打个电话 你来拿一份资料 你也会改变你的命运 我记得上次 送给你的这份资料 是从五月份 五月二十二号送给你的 我说五月份开始涨 会不会成为六月份的超级标王 这支股票今天有戏吗 有戏吗 我问你 有没有来拿 我说你上营赚不到 国具没有赚到 惠特最近涨了翻倍了 从五十几块钱涨到一百六 你没有 这三支你没有赚到 这次送给你嘛 叫你打个电话 有这么困难 老师我这QR Code放到这边 我就是不要扫 电话就是不要拨 今天这档股票上去了 那又怎么样 老师有没有下一支的 股票没有说每天涨好不好 至少你拿到这个资料 来 打播 拉近 来 这边有 至少你拿到这边资料 你现在最少都赚钱了啦 我有没有收你钱 我有没有说你今天打个电话进来 这个电话费要自己付 我有没有收你一块钱 没有嘛 就请你来登记一下 请你电话打到报 你电话没有打 这个股票你没有拿到 那你说老师你都没有告诉我 有啦 我就问你嘛 今天这档股票有没有涨 说那么多要懂什么 没有用 没有用 这个叫GIS 来 60块钱的时候没有人看好啦 你不要骗我啦 70块钱也没人看好啊 80块钱开始有感觉了 涨到100块钱 那在那顿低一顿低一顿低一顿 你会认为说老师这个不会涨了 那结果怎么样 最近创破断新高 今天GIS涨到多少 113.5了 涨到4块5 今天算是强啦 有人说是怎样 老师是因为业绩好啊 他是看基本面的 好像四月份的营收好很多 谷要操作看未来好不好 重要是买一点 你敢不敢动作 当然现在有人看好了啊 这个买跟卖你自己做决定啦 不要问严老师有没有做 你自己看好不好 两级会员就够了嘛 股票操作看未来 你从这档股票看得到未来吗 操作要有耐心好不好 有时候投资人没有耐心 这个老师在涨很多了 老师啊这个哦 要不要卖 我说你可以卖啊 卖了你就赚钱嘛 但是记得哦 有时候股票要等 等什么样 等拉回再买 股票市场里面不是天天买好不好 天天买 你也没那么多钱啊 那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现在我都不敢出手 这种股票你敢不敢出手 我问你好了 敢不敢 我不敢讲说你买在低档区啦 买在底部嘛 至少弹上来 涨上来的时候 你一定看得到它嘛 那你为什么你不出手呢 有人在恐吓你对不对 川普在恐吓你 还是金小胖 金小胖最近很久没有出来啦 是不是 还是这个疫情在恐吓你 是你自己在吓自己 自己在吓人家 自己啦 有收你一毛钱吗 这五月份送给你啦 惠特 只有今天 一定要拿到 勾问特殊 都请你打电话进来拿 你的一块钱 都不花 连扫描QR Code都不要扫 他说我就不要扫 我对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就失望了 我认为这个股票送给我没有用 好不好 没有用你就在旁边看嘛 好不好 惠特 做什么的自己看一下啦 这个叫基本面好不好 你这资料真的啦 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打个电话进来拿好不好 好 严老师不是一个这么小气的人 当然这个操作上面一定要讲逻辑啊 我觉得有些人的逻辑是怪怪的 怪怪的你知道吗 这个不能买 这个叫做不能买 老师我看不到 真的很厉害啊 投资人啊 人家是怎么样 为失败再找理由 严老师绝对不会像命运屈服啊 因为我是个穷家小孩子嘛 我们就想着说怎么样能够改善自己的家庭啊 每天早上都很早起床干嘛 看点书嘛 考试考好一点对不对 可以念好一点的学校嘛 我们想的就是这一个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是一样啊 有没有这种好一点的 有没有这种能够赚到钱的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什么都不能买 你不敢买我来买好不好 这个开盘价99块 不是199吃到饱 99块钱就可以吃到饱了 99到119又是9 老师啊 这个到128 这个到131 131这天就很好玩了 老师真的可以买吗 因为他看到掌停板啊 老师真的可以买吗 你118还是可以买啊 到底有没有做 这个问题回答很久了 来这两集会员自己看 你没有做到的 没有收到简讯的 也老师下台一鞠躬啊 就那么简单嘛 就那么简单啊 你就告诉大家好不好 你就告诉大家你到底有没有做到嘛 有没有叫你卖啊 股票市场那边有买有卖哦 先买再卖先卖再买都一样 因为股价再上波段新高 记得卖掉的股票记得要接回来 我这天有没有恭喜你啊 来看一下 三级会员 三级会员 123 你是这三级会员的 一样比照办理 简讯没收到的 严老师说谎不实的 叫你掌机卖 拿去卖掉的好不好 我这跟你讲是虚报哦 虚报哦好不好 你没有赚到钱的 人家在简讯座 你没有赚到钱的 你来找我啦 就那么简单啊 严老师说谎不实的话 我就下台嘛 讲那么多干什么呢 很会吹牛 这些老师很会吹牛 真的 周杰仁说的 不能说的秘密 股票操作看未来哦 看未来 我还是非常看好 最好是拉回 对不对 我们一样可以买 再提醒一次 六月份的操作 非常非常简单 不是去看一大堆的股票 不必要 不用每天去出手 第一个叫看准了 以后再出手 股票我们帮大家锁定好了 有低价的 有中价的 有高价的 这个因应投资人 各种的一个需求 但是我要先声明一下好不好 这些股票你要不要重压 你要想一下 有人觉得说老师 我五月份了 我就贪不值 六月份了 我要大干一场 你有这种决心的 你就买多一点 如果说你还是很爱怕的 好那你就少买一点 好不好 但是我的股票 我先跟各位讲 都是低仰区布局的 我不会叫各位去追 好不好 这个叫上瘾啊 我哪一天在节目里面 我跟你讲这样股票还不错 你赶快追 有吗 有吗 我说你可以买在一百多块的 一百块可以买嘛 一百多可以买嘛 涨到两百 你要爆 两百到三百 你现在再问老师 三百会不会到四百 这样股票先拉回嘛 对不对 拉回你敢不敢买啊 看节目看那么久了 这要起涨点好不好 不要再看报纸啊 报纸跟你讲的都已经涨上去了 看报纸 你看老师节目不用钱嘛 五月二十六号 老师啊你到底有没有做 让你看一下好了啦 这级会员的你没做到的 来找我啦好不好 钱赚到的对不对 就看下一步啦 五没有穷嘛 六会绝 变笑的 变笑的 这些人啊 嘴呢 五月份你要注意哦 这个五穷哦 六会绝哦 结果现在五月份没有穷啊 他们就不讲了 那六月份如果再长上去的时候 他就忘了 这需要做到这样子吗 投顾分析师是一个良心事业啊 拿出你的良心啊 拿出你的良心啊 不要讲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话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这个OK 我也能接受 但是你买股票必须要逻辑嘛 严老师叫你买股票 我哪一天我叫你去追啊 不需要追 股票操作就是低档去买 就是买在底部嘛 买在起涨点嘛 对不对 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好不好 没有人叫你不要卖 对不对 这个要先跟你讲清楚 这个是不是在低档去起档的第一根 你说涨很多了吗 真的涨很多了 涨很多你就卖掉嘛 卖掉嘛 都赚得到钱啊 但是有时候操作上面必须要有耐心好不好 有些人是觉得说 老师啊这股票我 我操作的股票每天都要涨 刚好calling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有时候叫你打电话机来拿资料 你就一定要有人拿 这是阎老师的坚持 来再提醒大家 六月份的操作 来有钱拿 大富要游天 如果说六月份的操作啊 六月份的行情是大富啊 老天爷会帮你 老天爷会帮你 小的财富阎老师来帮你 好不好 只要你信任我 信任我 操作股票啊 来买股票 对不对 操股票也是一样 你是要买未来会涨的股票好不好 老师啊五月份没有行情呢 六月份这边啊 玩大的好不好 不要玩太小 玩太小你就自己玩 好不好 你要玩大的来找我 真的真的啦 我没有盖你啦 叫你打个电话嘛 惠特啊送给你 对不对 今天的GIS 老师啊还在涨呢 还在涨 气温资料有送给你 有送给你啦 有没有赚钱 你自己知道啊 因为资料你有拿到嘛 今天这样我直接跟你讲一下好不好 要公布吗 今天尾盘涨得快4%对不对 收盘价113.5 你先拿到的人到今天收盘价100 多少113.5 涨了多少4.5 你没有赚钱吗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资料有拿到的自己来对一下好不好 这个粽子节快到了对不对 颜老师这个粽子节快到了对不对 每一年的粽子节啊 我们都按照惯例啦 三支 颜老师大放送啊 平常只有一支嘛 叫单股锁单对不对 老师他这个没得挑 老师你今天要送三支喔 按照惯例啦好不好 我们这粽子节包种 包个粽子好不好 来看一下喔 6月份的行情从这三档股票开始 第一档股票三成起跳会不会 来慢慢看喔 哇第二档股票更怎么样 更飙啦 可能会涨五成啊 老师第三档股票 这涨地盘怎么会比较大 这个高价股的好不好 低价股中价股高价股 要涨比较快的看这边 要布局的看这边 要操作高价股的看这边 非常简单 今天电话拨 电话一定要拨 你电话没有拨的话 你这份资料拿不到 我先讲喔 他叫做研究报告 三档股票 你先拿到 先知道 你就可以先卡位 好我们一档接着一档做 严老师大放送喔 今天有三档股票喔 无论如何 你要想尽办法 电话等一下一定要拨通喔 要买股票 要买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要不要全力中压 你认为压第一档股票 比较快的比较好的 你就压 你认为说我要长线布局的 我要买第二档的 我也要压一下 那你就买这个 老师我买高价股 高价股聪明喔 价差比较大好不好 这个六月份的操作要疯狂一点 要疯狂一点 要拿出自己的信心 今天全线开放 打电话的来 先来拿 完成预约的 预约的是什么 扫描QR Code啦 好不好 你要预约的 扫描QR Code QR Code里面也看得到 好不好 你是严导师的粉丝 直接扫描QR Code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全线开放 六月份的包纵股 会被包纵 中三根还是中五根 你自己看 好不好 我们会一档接着一档做 今天无论如何 想尽办法 买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全力重压 电话怎么样 一定要打到爆 六月份的操作 这三个就好了 等一下电话赶快播 打电话进网口 轮原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 最佳企机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 严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股 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 最佳企机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添酸 大圣啊 千般不当落跑啊 违规卷阅难解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会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那要来好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俱简逃逸 重罚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娶老婆啊 是娶自己喜欢的 买股票呢 买股票要买那个会涨的 不是挑这个自己喜欢的 自己喜欢没有用嘛 没有涨 对不对 你买股票就是为要赚钱嘛 这次好不好 我不知道了 你拿到资料也有人认为说 它不会涨啊 很多人打电话就来吐槽 你知道吗 老师这记得没记 有硬的没硬的 我说你可以慢慢看啊 你一路用看的 你一定会发现 用看的好像没有用 好像一定要做的 对不对 那你用看的会不会爽一下 会嘛 那你用做的会更爽嘛 对不对 这叫惠特 还会不会涨 你慢慢看 跟你们讲太多没有用 对不对 反正你们都要看节目嘛 对不对 赚到钱的就是真的 没有赚到钱的 你就慢慢看 有时候送资料给你 电话一定要播 六月份这张股票 来 今天怎么样 今天涨哦 今天涨了4块5 收盘价113.5 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不晓得啦 你也可以卖掉好不好 我没有收你钱啊 我没有收你钱好不好 你真的 你需要钱的话 你如果买低 你今天卖掉 一样赚得到钱 就跟GIS一样嘛 对不对 你买低一点 卖掉就赚得到钱 我在节目里讲过 很多的股票都一样 道理都一样 低买高卖 这叫上瘾 还在问 老师会不会到400 你有买 对不对 这跟你才有关系嘛 你都没有买 你再问说老师会不到400 郁金光 老师好久没有涨了呢 最近会不会动 你等一下电话要拨快一点 郁老师很少开放 让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平常只有一支 种子节我们开放好不好 三支 低价股中价股高价股都有 但是要中押 哪一支要中押 这支涨得比较快 这支的话是长线大黑 那这张股票就高价股了 好不好 你不用拆 你电话先拨通 资料先拿到 我会告诉你 第一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会先发动 好不好 你不用拆啦 123啦 你不用拆啦 我们这个超级标榮的研究报告 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 来 记得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今天赶快扫描 要打电话的 今天全线开放 好不好 六月的包纵股 先知道先卡位 买会来会大涨的股票 全力重压 今天开放123 电话赶快拨 电话赶快打 六月份的操作 要疯狂一点 记得 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 把资料 带回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硬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四点间 线上直播上到时 分析师精准团势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回应同步 年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动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顾 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顾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起机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